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 三名曾经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 和医治他们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四名医护人员 在武汉雷神山医院首次重逢 追忆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结下的生死之交 当天,记者重返雷神山医院,已是大门紧闭 三位康复患者特意带来了之前收藏的签名防护服 在医师节这天,来到雷神山医院门口 和救治过他们的医务人员合影留恋 借此机会致敬所有的例行者 今年50岁的唐先生是雷神山医院第1000位出院患者 医师节当天,他特意赶到雷神山 为救治他的医护人员送上节日祝福 这也是他出院后,第一次与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见面 我觉得医护人员是守护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的一道墙 所以自从我知道之后我就非常的激动 我们就没有多大能力来给他们一些什么 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尊敬的一些表达吧 只能以这种精神上面的表达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医区医生向辉说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再次回到雷神山 看到紧闭的大门和自己治愈的患者感到非常开心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疫情早日结束 大家都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今天能够再次看到我曾经救治过的这些患者 其实一方面我会为他们感到开心,感到高兴 因为他们是度过了人生最难的那段时光 然后现在都能够正常的回归社会 回归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在此拼过命的医护工作者 都是觉得一切现在的安宁和和谐 真的是实在是不容易 雷神山医院位于武汉江架区皇家湖畔 是该市新建的第二座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专门医院 自启用以来,雷神山医院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2011人,其中重症和微重症千余人 康复出院1900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